秀林乡河中部落聚会所年久失修 经常有漏水还有排水不良的情形 为了提供河中部落族人更好的场地空间 秀林乡令代表王泽源 向秀林乡公所争取经费进行修缮 也改善排水问题 增设岩舌遮雨棚还有运动设施 在假日期间可以提供给族人最好的休闲运动地方 秀林乡河中部落聚会所在前秀林乡的 黄卫宝日内建置落成 已成为村民们办理喜宴 母亲节活动、父亲节活动 还有篮球比赛的好场所 因为年久失修要进行改善 秀林乡河中部落聚会 并且向秀林乡公所争取经费 来改善以及增设相关设施 日前也建置完成 也成为村民们休闲的好去处 在这几年 在乡公所跟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我们这边施工的部分有 第一个 我左后方有户外体健设施 为了安全性的存在我们做软垫 让村民更方便的使用 也避免伤害 第二个部分 我们也在做 应该是全乡第一座的 延伸遮宇棚的PC的构造 这部分就是 有使用的话可以展开 没有使用的话就把它缩起来 方便村民使用 第三个我们有做 目前地面部分有做排水设施 因为之前排水设施的流量不足 还有排水 人该说雨量增大 没有办法排出去 所以这公所也是有做 一大片的积极的改善 让水顺势的流向 昨天经过大雨 今天的水马上流通 就代表说施工的过程 跟它的玩具都很完善 这样也是要谢谢乡长的支持 还有代表会预算的通过 修认下面代表王哲宁表示 合众部落机会所是村民们 唯一休闲的好去处 尤其办理篮球比赛 更是村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了 而这是感谢代表会同仁们 和修认相当欧美贵大意的支持 来挹注相关经费 大大的改善了 村民们休闲愉快的好地方 记得终于修设斡不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